我们来看这一题,利用甲几原理求Limit n趋近无限大n分之cosn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是要利用甲几原理来计算这个极限值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cosn 我们知道n趋近无限大就是n它趋近一个正的数值 所以cosn它的值会借在1跟-1之间 那么因此n是正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等式,那么同时除以n 那么不等式的符号不会变 所以n分之负1,那么就小于等于n分之cosn 小于等于n分之1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左边这个极限值 所以Limit当n趋近于无限大 那么n分之负1 那么这个值因为它的分母次方是一次方 分子是零次方 所以它的极限值会等于0 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个极限 所以就是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1 所以同理我们也知道它的极限值是0 所以从这个不等式中 同时我们把它取极限 那么因此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1 那么就会小于等于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1 小于等于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1 那么因为左边这个极限值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是0 所以0就会小于等于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1 小于等于那右边这个极限值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是0 所以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n分之cosn 这个值夹在0跟0之间 那当然它就是等于0 所以提问要来求Limit n趋近无限大n分之cosn的值 我们经过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值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